大家好,我是陳寗 最近呢,肯德基不是有出一個叫做 焦香麻辣脆雞的東西 那之前我有講過嘛 我最喜歡的就是麥當勞的薯條 肯德基的卡拉雞 摩斯的紅茶 這三樣東西呢 要是可以湊在一起賣就好 那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呢 今天呢,我就來去吃了這個焦香麻辣脆雞 要來跟大家談談這個我最喜歡的卡拉雞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開始之前呢 記得要先訂閱我的頻道 並且打開通知、打開鈴鐺 就開始了 這個卡拉雞 很多人對他有個誤解 會以為他其實是從國外來的東西 但我必須說 除了肯德基是從國外來之外 卡拉雞其實一點關係都沒有 卡拉雞呢 是在民國78 年的時候 由台灣的肯德基推出的產品 所以你會發現 在國外 尤其比如說像日本、美國 以前是沒有卡拉雞這個東西 他就只有台灣有卡拉雞 那你說奇怪 為什麼卡拉雞 他要叫做卡拉雞呢? 其實這個是因為 當時這個肯德基的炸雞就是上校薄皮嫩雞 以前現在還有啦 但是比較少人吃的 那個沒有那麼脆嘛 所以肯德基做了這種上面裹了很多一片一片粉的這種炸雞 那咬了會發出卡拉的聲音 所以才叫做卡拉雞 為什麼我會知道他叫卡拉雞呢? 其實如果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去看網路有一份來自公平交易委員會的宣判書 上面呢 有講非常詳細關於卡拉雞的故事 為什麼會講這個? 因為他要告訴我們一件事情 卡拉這兩個字是肯德基專用的 如果你賣炸雞啊 隨便叫做卡拉雞的話呢 是有機會被肯德基告的 因為肯德基告贏了 那個對方要賠35萬 那那家公司我覺得很神奇 因為那個看那個宣判是在民國94年的時候 還蠻久以前了 但是呢 他被告完之後那家公司現在還是在賣卡拉雞 那邊 我覺得非常有趣的就是他讓我知道一個 肯德基的卡拉跟筍子這兩個東西都是肯德基專用 而且他的理由都是因為肯德基花了很多錢來行銷他 而且這兩個詞彙都沒有出現在字典裡面 所以呢 他被當成肯德基專用 所以你現在看到很多叫什麼卡拉雞啊什麼的 其實那些我們都可以把他當成山寨貨 正宗的卡拉雞 只有肯德基的才可以叫做卡拉雞 這是毫無疑問的事情 那你說 那這個卡拉雞啊 他到底跟其他品牌的炸雞 比如說麥當勞的麥翠雞有什麼不同呢 其實如果這網路上其實你都也可以看到 但其實 整體來說呢 卡拉雞他最大的差異就是他用的是大成的雞肉 冷凍雞塊或者雞腿什麼的 然後拿到店裡之後才開始醃肉才開始裹粉再去炸 所以呢這也是為什麼肯德基你在不同的餐廳吃到的那個炸雞會有一點點味道不同 在這個一字化這件事情上呢 肯德基做的是遜於麥當勞的 肯德基每一家吃起來都有一點不一樣 但是呢 如果我要說做的不一樣 我覺得摩斯是最慘的 摩斯每一家摩斯吃起來都不同 我以前住在民生社區的時候 我這摩斯我就覺得非常的痛苦 因為真的都沒有一樣好吃的 所以後來搬家之後就比較開心一點 紅茶也好喝 這個燒肉針煮飽也好吃 因為他都是現場現做的東西 所以他就沒有辦法做得很一致 那這個卡拉雞也是一樣 你變成說每一家這家店啊 這個員工他是怎麼醃肉怎麼裹粉 他只要有一個步驟沒做好 那吃起來就會不一樣 所以他是一個變化多端的炸雞 他不像麥催雞 你每一隻麥催雞看起來都差不多 但是肯德基的炸雞 有的你會看到 有些肯德基啊 他裡面的那個炸雞的外面 哇很多粉 那個我最喜歡 因為我好喜歡吃那個粉 可是有的呢 那個粉都少少的 你根本拿兩塊 你根本分不出這個是薄皮嫩雞 還是這個是卡拉雞 那就是沒有裹好 所以呢 你要找到一家好吃的卡拉雞之後 我會建議你以後都在那邊吃 不要隨便跑來跑去 因為有時候真的會踩雷 那這個卡拉雞呢 他因為賣了 其實你看從英國78年到現在 也有快30年了嘛 明年就31年了 所以呢 這個 所以呢 這個卡拉雞啊 他在這漫長的這個路程中 其實經過了非常多次的改款 或者是不同的組合 比如說 像什麼正北平雞肉捲 那在2002年左右的東西 這個現在台灣已經沒有了 他就是一個麵皮 然後裡面夾了小黃瓜 花大蔥還有炸雞 然後還有那個甜麵醬 這個現在大陸還有叫老北平雞肉捲 但台灣已經沒有了 或者是 花生卡拉雞腿堡就在裡面加花生 哇那超好吃的 或者是摩天輪卡拉雞腿堡 各式各樣的 那有的時候還會把一些 我懷疑啦 是庫存太多的薯餅夾在裡面 然後就叫做什麼 薯星星雞腿堡啊 之類的東西拿來賣 所以他的變化是非常多端的 那有的時候 也會去變化這卡拉雞的炸皮 比如說像之前有這個 加脆米的啦 就是在上面做一些像 吃起來有點像那個 V-Low那種東西 也怪怪的 所以賣一下就沒賣 因為不好吃 然後後來呢 像大陸最近啊 他們在推的就是把雷斯的那個薯片 把他放在上面 吃起來脆脆 我很懷疑那樣子會不會好吃 因為雷斯單獨吃是不錯 但配其他東西都不好吃 所以這有點難想像 有機會去上海的話 再吃吃看好了 所以呢 總而言之 卡拉脆雞呢 他在台灣跟在大陸 都是非常重要的產品 反而呢 真正在美國吃到卡拉脆雞 是比較最近的事情 在2017年的時候啊 這卡拉雞腿堡 首次登入美國 還引起了風潮耶 你在去肯德基的時候 你不是會聽到那個 如果你跟他說 小姐我要一個卡拉雞腿堡 然後他就會跟後面的人說 一個Linger 那你就想說Zinger是什麼東西 那是Zinger 是Z開頭的 他就是指這卡拉絕保 這個叫做Zinger的東西呢 是真正進入美國 是2017年 這是一種文化逆術出的 所以你看 以前是他們沒有這個東西 現在有了 那據說啦 美國為了在 這個美國去賣卡拉絕保 花了8000萬美金 重新順過他的 這個整個製作的流程 那其實可以理解啦 你看在台灣 你在每個地方吃的肯德基都不一樣嘛 那當然去美國他要一致的話 肯定是要花很多錢 其實在台灣 我是覺得卡拉雞這個 東西是一個非常有趣的產品 因為你在不同餐廳吃起來就不一樣 如果有機會你去大陸的話 你會發現在不同省份吃的卡拉雞 味道也會不一樣 他會針對不同省份的口味去做調整 然後可能那裡的人覺得不夠辣什麼的 他就把他弄拉一點 所以卡拉雞真的是一種變化多段的產品 不像麥當勞 世界各地吃麥當勞吃起來都差不多 肯德基是非常有趣的 那這一次呢 他出的這個焦香麻辣萃雞 其實他是兩個產品 一個是焦香麻辣萃雞 另外一個是避風塘海派萃雞 可是非常機車的是這個避風塘海派萃雞 只有限定餐廳有 所以在台北我查過 直接永春跟南港有 永春跟南港對我來說都好遠了 所以有機會去再吃 我只能先吃吃這個焦香麻辣萃雞 但是呢 如果你對肯德基很熟悉的話 你會知道焦香麻辣萃雞 這個焦香麻辣 其實去年就出現過了 去年出現了什麼呢 就是一個小正妹廣告的 川麻焦香紙包雞 這個原本紙包雞是意識口味的 其實很好吃 那後來呢 他就把這個川麻焦香的醬 把他加進去 就是吃起來很香 配飯超好吃的 其實肯德基如果拿來配飯的話 都是很好吃的 那他這一次呢 就是把這個 卡拉萃雞 上面再淋一個焦香麻辣醬 那這個醬 看起來真的很醜 因為你在照片上看的時候 覺得很漂亮 紅通通的 感覺像是大紅袍 但是呢 根本沒這回事 你看照片 那淋上去好像是在 好像是一塊淋濕的卡拉雞 就是你把卡拉雞丟到水裡 再拿出來就是那個感覺 可是呢 千萬不要看照片 他好香啊 他的那個香氣 就是從那個櫃檯拿出來的時候 就到處都是那個味道 那他味道真的很棒 他的那個麻 是 就是花椒的麻嘛 你吃花椒是什麼樣 他就是 他是一個濃濃的花椒香的東西 那他的辣呢 是比較 一吃到就會辣 但不會留太久的那種 所以不用擔心說 吃了你會喝很多飲料 不用為了他去買大杯可樂 直接一般中杯就可以 因為他是瞬間辣一下 過一下就沒了 跟那個卡拉雞腿堡 原本的那個辣味很像 只是他更辣更香一點 那因為他的醬會給比較多 所以呢 你如果說沒有一定要那麼辣的話 其實你買一個那個炸雞 去搭配你其他套餐 拿去沾一沾也是可以吃 然後最意外就是 把那個醬啊 拿去沾卡拉雞腿堡 也是超好吃的 所以我很期待之後 卡拉雞腿堡會出這種版本的 但我也不知道啦 因為其實肯德基很好玩 他在推出新產品的時候 都是毫無預警的 忽然間就把一個東西砍掉 忽然間就推出了新產品 所以呢 如果你對最後 給大家一個小八卦 就是如果你對肯德基 他要推出什麼新產品 是非常有興趣的話呢 我會建議大家去吃 台大門口的那家肯德基 為什麼 因為台大門口的那家肯德基啊 他不定時的會舉行試吃會 那他的試吃會就是那種要寫問卷的 你上去那他可能就會給你吃幾個不同的 比如說蛋塔或炸雞 然後就會有一個姐姐 然後拿一個 一個很長的問卷 很長真的很長喔 這個是十幾二十題 然後他會一個一個問你 然後還會反覆的重複問你 像我之前呢 就曾經我覺得我參與了歷史的一刻 就是黑糖蛋塔 不是有一個很好吃的黑糖蛋塔嗎 那那個時候就有講說 他那個麻糬 原本他麻糬 不是放在裡面 放在外面的 那 那個時候就說 說吃了 那我給他意見 就是我覺得這樣放不好吃 給了一些意見 結果沒想到呢 後來推出的就真的是 我說的那個意見 就覺得說 我創造的歷史 參與了肯德基的創造 就覺得很開心 那後來呢 我還經歷過 比如說給你三塊不同卡拉雞 味道都只差一點點 然後問你說你覺得吃起來有什麼不同 所以如果你有事沒事就去台大那間肯德基看看的話 有機會你就可以參與到新的肯德基食物的研發過程 那至於麥當勞的話 就是臨申北路的那一家麥當勞 不是南京這邊 是臨申南路跟忠孝東路交叉口那間麥當勞 那裡也有機會去遇到這種新產品的研發 所以如果你真的很喜歡卡拉雞的話 你一定要去吃吃看這交香麻辣吹集 我覺得是把肯德基的這個卡拉雞 你有拉到一個全新的境界 真的是非常的好吃 這個至於避風堂有機會再說 詠春跟南港真的是圓的點啦 大概就是這樣子 那你對這個肯德基呢 如果還有任何的想法或意見 都歡迎在下面留言 那我們今天就先講到這裡啦 記得要訂閱我的頻道 並且打開鈴鐺、打開通知 按讚加分享 我是陳寗 我們明天見 掰掰 大家好 我是陳寗 我曾經說過嘛 這個麥當勞的薯條 肯德基的媽... 不是麥翠雞 再來一次 好